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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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有我今集的嘉賓 有袁偉豪的 你好 Ben 上一集聽到你的故事 你也知道原來很多事情發生 入行到你有機會進去TVB工作 性格上你看得出 袁偉豪真的比較文靜 你知道跑步的人都不說話 不是每個陳生聰 可能會多說話 他比較靜態 進來TVB 終於有全新的面貌 選完贏完 進來後 前幾年的發展 有否想像中那麼如意 其實挺順利 我記得八月參加了比賽 月尾馬上上去湖南 做了舞動奇蹟的事 他也挺幸運的 當時一直跟著謝天華 馬德忠 郭善妮 敏芝 每個人都是當時 很紅的小生花彈 我是一個最新的人 不知頭不知路 又跟著他們上去湖南 回來幾個月後 又開始拍劇 第一部TVB的劇 跟歐陽、Bobby、正雄大哥 這部劇 我覺得很有紀念性 其餘的伴侶 就是敬輝、浩信、阿謙 我們四個做了一位學生 年輕人 年輕人 開始了在公司劇組的生活 好玩嗎 好玩的 但只是吃飯吃 我很幸運 因為我是綜藝科出身 當時也有很多綜藝節目 都會一直找我去做 尤其是做完那個舞動奇蹟的節目 每個人都把我當成舞王 每逢有甚麼表演就找你來跳舞 其實當時真的幫了我很多 因為當時我記得 我還是一組的合約 那怎麼辦 又在供車,要上班 不是掃帽子 不是掃帽子 轉了Lexus 沉實了 很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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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不夠兩年 又換這輛跑車 因為太斯文在路上 被人欺負 好 其實所謂說 人才被人欺負就是這個意思 要找車子比較兇 那就不會被人欺負 自己比較爽 又很突顯到當時的性格 所以我覺得人 其實每個時候 都有不同的性格出現 會隨著年紀、經驗、製餘 會慢慢改變 我也有聽過 例如你身邊的朋友 例如敬輝、浩信 或是軒仔 都會有說 例如Bang 真的會把自己藏起來 有時下班 或是在社會上 或是有個監製 或是我們一起去 幸運 出去玩玩 一起走 以前你也喜歡出去 喝點東西 或是認識女生 各種性格 好像很怕跟別人接觸 有好幾年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性格 一定不及他們 那麼順心順意 在教制手法方面 我知道自己也是坐著不出聲 不如別去 對,就是他 有時他會出去 然後你會坐在二邊 可能別人撩你 再說兩句 你又不會主動說 老闆喝杯酒 不會的 對於我來說 也沒有特別 也沒有說有甚麼人 特別我想見 我覺得 不如珍惜一下自己的休息時間 準備一下 我不是說做這些事不好 只不過 其實每一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方式是可以舒緩到的 工作壓力 最主要是 其實那些人 我不熟 我也不知道有甚麼 去破冰 初到季境的時間 沒有事可以做到 不如只做好自己 不如回家睡 會否怕可能說錯話 沒有,我也沒有說話 怎會怕會說錯話 可能你本身是很想走出去的 一開口就叫你 但我剛才說錯話 或好像不知會得罪別人 反而我會想 我會否過分認真 去剔掉別人的說話 是真的 所以那幾年 我還是比較不太說話 免得 因為我比較直白 很厲害 我到這一刻也是 說完後 那個人會否傷害他 又是反過來看他 所以那幾年 我是在遊走 在這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 不如別出去說那麼多 直至我接到一個角色 叫鐵馬戰車 那個叫司馬Sir的角色 是比較活潑 我就可以在角色上 跳脫一點 對,跳脫一點 順帶把我活潑的性格 拿出來 因為我有時也會覺得 我個人的自信心 都很大部分 來自於我的工作方面 工作得到認同 我自己也會開心 沒錯 會開朗一點,能量也高一點 就是這樣 演戲了幾年 其實也很轉變了我自己的性格 看到袁偉豪的發展 在這十多年 自從進入電視台後 就越來越好 剛才你說的鐵馬 就是斜電單車的司馬Sir 然後有機會去城寨 對,然後再做鐵探等等 就是越來越進步 亦有機會得到一些獎項 一些認同 有否想想 如果我的人可能再活躍一點 再跳脫一點 可能會縮短這個成長過程 有否想過 有的 有時候回頭一看 都會問自己 其實自己是否浪費了一些時間 在不應該浪費的地方 例如你所說的性格問題 但是我覺得人 或者一個人生 不可能每個人都相同濟遠 你也要看自己的路怎麼走 我有一個長輩跟我說的 你要記住就是 總之你做回自己 天氣就會讓你走一條路 你別想著去模仿某個人 這種前輩我還沒遇過 反而我又遇過一些前輩跟我說 Pol 你在這個行業 一定要有些教訓職 你一定要有一些角色模特兒 你覺得有一天要像他這樣 甚至乎超越他 這樣才會有一個動力 讓你繼續走你的路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軌跡 但你也要… 這是對的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目的 要像這樣 例如我小時候進去做電台 然後有機會做電視 我自己也心想 我一定要做一個很厲害的 綜藝節目主持人 又或是做一個金鞋師儀 我自己也會想想 有甚麼人物是這樣的 我便去看看他前段路是怎樣的 是…參考一下 例如我看… 像我看… 像我看數據 我看看曾志偉先生 他30多歲就有影帝 然後我看他做掌門人 他做掌門人 原來差不多四次才做掌門人 我也會這樣參考一下 別人的路線軌跡 我會對比自己的路線 相不相同嗎 你有參考一下 我想做到誰這樣嗎 有的 但我不能具體說 哪一個演員或是甚麼人 我只會反過來想 如果我可以做二十年入行就好了 如果我生長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娛樂圈 也應該… 我想這個想法是 所以所有做的人 現在這一刻的人 都是這樣想的 也會這樣想 可能我覺得應該都可以… 挺好 用這一刻的角度想 但如果真的… 反過來我又成長在八、九十年代 的娛樂圈裡 可能也就是未必 也未必有這樣的機會 可能給別人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難去… 如果是這樣就很難 那沒有了 現在人到中年了 對嗎?已經四字頭了 好命一點,說得一半有多 不幸運 明天還能否睜開眼睛 看到大家 和大家說一句早晨 那怎麼辦? 那不如享受每一天吧 其實參考是可以的 那個參考我只會覺得 不能相提並論 以你的例子 我曾經參加那部電影叫《無間道》 當時我只是21歲 而當時的男主角梁慈偉先生 38歲 我今年已經41歲 38歲 他已經拿到影帝 又憑那部電影再獲獎 我自己想 我今年41歲 我也是這樣 會不會自己真的 走遲了很多 不行 對吧 也會這樣想 所以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相比 對,我覺得目標是需要的 我又問你 你今天已經做到 剛才你所說的主持人 做到一個好的主持人 你回頭看又覺得怎樣 你又有家裡 一家大小要等你去照顧 每天看你的社交平台 又很瘋狂地這樣 其實那種很溫馨的 我覺得是出了一個影片 我不行 今晚一群人在這裡 小朋友在玩 其實自己很爽的,對吧 你說救我,救命 這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比較幽默 其實你工作的動力 都是來自於你的家 或者反過來說 你未結婚的時間 純粹是你自己 那個事業、工作、所有事情 但你結婚後 你有了小朋友之後 你的工作是屬於他們 但到他們成長了 你可以脫爛 你可以再… 做回自己想做的事 在你退休的階段 再找你自己的另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就是有時候 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 例如有了婚姻之後 思想也會轉變 遇上寶儀 因為我覺得她是… 她是很跳的 很活潑的 很活潑的 很開心 喂,Bob 那些很有能量 對,如果原本是演戲 你當然會看到她很有能量 但如果不是在演戲 她會比較像躲起來 我看著你就可以了 你不用看著我 對,我看著你 不一定要看著我 我看著你就可以了 我演戲的時候 你就看著我 對,我看著你就可以了 我真是一粒一粒得很誇張 為何會跟她可以… 即是… 打到火花是因為拍節目 對吧 當時她給你什麼感覺 這個女生挺吵 她不太吵 她不太吵 但每一件事都很真摯 很笑容 很開心 對 特別是把我的爛戈 抬得很高 這些無聊的事情 她也可以很開心 我自然覺得自己 我的戈戈好像不錯 很可怕 就是這樣 其實我是一個… 他們所謂的藍仁笑象 我喜歡搞笑和戈戈 我弄得自己呸呸 每天一笑,今天想聽甚麼 我先玩一下你,就是這樣 即使現在跟她結婚相處時 其實每天都有這種 無聊的瑣疏的笑話都會拿來 她也笑得很開心 她還可以一起玩 也令你有一種很大的滿足感 我經常覺得那些東西要寫下來 寫下來做劇本或有用 像小粉絲一樣,當然是支持你 支持你,會否這樣 我們在非洲拍攝節目時 有一天我們要轉內陸機,轉景 我每天都喝咖啡,起床 她走過來坐著,好像這樣 你也挺像外國人 就是這句話 你很欣賞我 好 從那句話開始,大家互相嘗嘗 對嗎 聊一下人生 聊一下你喜歡聽甚麼歌 聊一下你會否很快想結婚 那你怎麼看 對,說一說一說 如果你當我背後的女人會怎樣 她沒有回答我 在非洲大草原的那輛車 等了很久 其實她坐在我後面而已 在那裡發訊息,等 她沒有回答我 安靜了… 真可憐 就是這樣 喂… 我問你吧… 直到後來整個組織的人都嗅到 這樣嗎 就是你們兩個坐在前面 你們兩個坐在後面 直到回來香港再給大家一個機會 會認識大家 那時我記得我回來拍攝動人的時光 然後又跑去內地拍攝一套 叫做再創世紀 即是幾個月不在香港 那時已經開始在一起了 一起了之後 作為一個男女朋友的身分 她很能照顧我 她很能照顧我家裡的事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女生 而且最主要的主要是 為何會結婚 其實那一段是我不想再重複發生 前一段的關係是同樣的事 本來很想低調 但因為記者朋友發現了 或某些人報了資料 找你們的事的時間 但你也不知如何對策 在事業上升期的時候 你只能說我們是好朋友 好了,到了事業穩定的時候 我選擇人生想走另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承認,我拍拖 甚至乎這是我太太 人們就會比較 你那天也不是這樣說的 你那時候不是很低調嗎 之前那個你又這樣 現在這個你又在曬恩愛 大哥,與我無關 現在是你們想我怎樣 大哥,對嗎 當然有些人會看得開一點 會覺得這些事情為何要擺心 每天起床就過了 這段時間我用了很多時間 去擺脫這些心靈的屈結 特別是宣布了我們結婚之後 對,聽很多不好的說話 甚至乎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行好像不太需要我 因為人們覺得我已經 跟一個家裡的環境不錯的女生 結婚 我就不用做了 去到這麼嚴重 我自己想 對,你自己想而已 沒有人這樣說過 又是自己… 有的,有人說的 有很多人說的 我經常都在你的臉書上 都看到那些人這樣說 對,我也會來回答爹 只是我回答你那句而已 你很厲害 很厲害,他在說甚麼呢 例如有些人在我的社交平台留言 他會跟他聊聊天 我想這種擁抱批評 或者人的眼光 我想袁偉豪在那段時間 我以… 吃不少 真的吃不少 而且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有一點情緒 說了一句 突然又被人煮大他 對 截大他 喂,鹽毛髮脾氣 他不跟我打招呼 生氣 他拍照照片就馬上不燒 對,這樣 當時寶怡有跟你說過嗎 不用理會他們 剛才我跟他拍拖的時間 很多負面消息在他那裡發生 我很支持他 跟他結婚之後 直到我的時間 他就成長了 他支持我 雖然想不到你 即是那些 我跟他出去喝咖啡 類似的 總之你別想 我在這裡撐著你 那就夠了 你這樣說吧 我還想問他 有沒有一句曾經說過 很感動你的話 令到我覺得這個太太 真的…我娶得對 他不會用那麼感性 那麼簡單的說話 去分析身邊的… 即是日常的事 他是一個很有邏輯性 很多理論的人 但最後的訊息 都是其實我支持你 但他可能會說很多 人的心態… 他說很多,總之我就飄走了 好像認識很多東西 他真的認識很多東西 他不太遲 真的認識很多東西 這是要支持的 真的要支持很多東西 對 最後就是會… 在這個關係上 我覺得… 我找到一個人 我心靈上可以依靠 即是我可以在他面前 做一個弱者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很好 這個真的很好 因為… 在關係上 男生更會愛女人 對 其實當一個弱者 聽到老婆說 有甚麼這麼難 多開心、多舒服 其實我覺得女性 做的決定 某程度上 真的比男性高一筹 不論計算也好 或是他們想法的方式 真的會比男性更通 我喜歡剛才你說的 可以在太太的面前做弱者 我也是 在太太的面前做弱者 我也是 你看到我,Bob 很正能量、很開心 很有正面的想法 是的 不過我也是人 也會有我軟弱 或我想去依靠的時候 我不會在社交平台或社交平台上 寫一些東西 說今天很不開心 怎樣?糟糕 我不會做這些事 我覺得這樣是沒意思的 我還會跟太太談 我可以在一個很親的人面前 真的連內褲也脫下來 告訴你我真是怎樣想法 是很赤裸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老婆真的脫得對 即沒有需要有甚麼面子 不用了 完全沒有 你跟朋友可能是好兄弟 可能在面前仍然有一點… 有些很難言 是嗎?你明白嗎? 先撐住 沒錯 寶儀現在不僅僅在幕前工作 她還去做風格 現在這種風格是她幫你做的嗎 讓她多拿著 這樣嗎 對 我本身也很跳脫 有時候我喜歡選擇的東西 你也很有品味 你行嗎? 好吧,試試吧 明天一定要穿這套 類似是這樣 其實一旦有一個家庭之後 現在可以有一個人跟你分享 所有東西都分享 挺開心的 好的一起享受 不好的一起支持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棒的 她現在做Standing 除了有時候幫你之外 我看見有些藝人的衣服 可能都是她的幫助 可能是聊天的贊助 如何配合和配合 這是她何時開始有的興趣 我想是近年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經常替她拍照 我自己喜歡拍照 她喜歡穿衣服 在那段時間 她很喜歡穿衣服 直到有一個機會 她經常說 我們一群星夢女孩子 想找個Styling 問她有沒有興趣 她就試試吧 我又在後面 不停地勾動 做吧 做吧 是好東西 幫他們 準備做吧 當然過程當然是經經滿途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要一個人去管十多二十個學員 面對製作 還要面對上台的不明因素 還要面對後來的評論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還是虧著做 我們做這一行的人 就是沒有計算收穫 我們是愛的那件事 就扶出 因為其實她看到我十多年的歷程 其實她也知道那條路大概是怎樣 特別是女生 她現在還跟我結婚 她也會很疑問自己 究竟在公司裡 她還有沒有一個位置可以給自己 那些人會不會想 其實她也嫁了 就等於好像我跟她結婚 她也嫁了給張寶儀 要不要做的 一樣 就是這個時刻 大家都要互相去支持 這是我們的… 沒有甚麼人知道 我跟她倆對著 她說怎樣 她說… 麻煩你 這是我,這是我 她在笑 這就是我們的日常 我看到很好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寶儀有自己的頻道 把她和她老公 不知道在哪裡 去超市場,去買東西 或者我們遊車 我變成一些小片段 就在網上 很多人看 又想不到原位 又在鏡頭的背後 原來也挺過癮的 謝謝大家 都喜歡 因為現在的… 其實真的要賺錢加蘭 都要出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增加自己 或者保持自己的人氣 或者叫做曝光率 其實兩個人自家經營地去做 不然我幫她打燈 我幫她拍照 對,比一個人更好 兩晚,何時會有第三個… 她現在的通告很亂 沒有空…打擾她 很忙,對吧 其實也要準備,對吧 例如做一些檢測 看看有沒有身體狀況 適合有小朋友 想大家找個時間做好一點 那些做好了嗎 還沒的… 快點吧,努力加油 這個人夫就遲些做別人的爸爸 你很穩定,有了小朋友 你再穩定一點 而且你會再努力一點 真的嗎 好像這樣,真的 有了小朋友 這個角色好像沒甚麼發揮 不要緊,可能… 我弄到他有發揮 弄到他發揮 對,這樣有些是甚麼 其實現在已經是 結婚後,我更加沉穩一點 但我的子彈,我會看準才會用 快點聽阿寶怡拍攝劇 對,你的子彈就… 看準才會發揮 看準才會發揮 當然 因為我哥哥也能加入YOU 只差我 原先第一次會考慮是多少分 出來,然後一邊做… 我覺得是對他們的一個… 我覺得我爸爸慢慢沒有要求過 對他來說,接下來… 你就是… 如果結果… 所以,我們要交到 我們要是先